齐达内,球队需要继续前进?改变势在必行! 直播吧5月31日讯!北京时间5月31日19点,黄马主席弗洛伦蒂诺与齐达内一同出席新闻发布会,会上齐达内宣布自己不再担任黄马主帅。 不久前齐祖刚带领黄马在基辅击败李悟普夺得欧冠,取得了欧冠三连冠的伟大成就。 齐达内在发布会上说道:"我决定下赛季不再担任黄马主帅。 球队需要继续取胜,因而需要做出改变。 我知道这样一个时刻对每一个人而言都不容易接受,但我认为这是我能做出的最好的决定。 在担任黄马主帅两年半后,改变是势在必行的事情。 我爱这家俱乐部,我爱主席。 他给了我一个机会来到黄马,作为一名球员,如今作为一名主帅,我永远感激。 但我们必须改变。 这可以是一次再见,See you later! 黄马给了我一切。 我一生都会亲近这家俱乐部。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,这个决定都难以理解。 但对我来说必须如此。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。 我认为这对于每个人都是正确的决定。 我要感谢球迷们的支持和爱。 我们在赛季中有着困难的时刻,当你不在最佳的状态时,球迷们推动着你前进,这让我们变得更好。